酷城故事系列 风流寡妇 致命大概是所有曾住在玉芬表嫂家中 唯一没和她上过床的男人 非但如此 她也是唯一每天和表嫂促息谈心 听她对所教的每一个男友品头论足的指引 表嫂美艳动人 有一对深情默默的勾魂眼 一双百息修长又改秀的玉腿 和一组似乎很容易被男人哄骗的耳朵 三年前表哥过世之后 就一直寡居在这栋老公遗留下来的精致小屋里 去年致命来美留学 由于学校就在库城附近 奉阿姨之命 也为了省生活费 就租下了表哥家的一个房间 印象中表哥的新娘子 是个贤淑端庄的传统女子 他俩出国前结婚的喜酒 志明也从服役的军中请假出席过 当时席间闹新房的同学们 由于都是科技人 有许多县都在库城定居 表哥来美后 学业事业一帆风顺 很快就升任主管 表嫂转行由中文改念电脑之后 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谁知事事难料 就在他俩在好区买了这栋极窄之后没多久 表哥就突然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据说当时表嫂十分自责 悲痛欲恒 曾写信给阿姨 说她宁愿是表哥负心 弃她而去 而不愿她这样走 阿姨十分担心裕芬想不开 所以一听志明要到库城念书 赶紧要她向表嫂报道 再次在机场见到裕芬 志明起初以为她认错了人 迎面而来的是个装扮入食 冷艳吸睛的辣妹 志明忍不住 却又不敢正眼瞧她的胸线和屯岩时 却被表嫂认出后 冷不防来个雄抱 动弹不得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表嫂滔滔不绝地 为她介绍周围的环境 同时也简单介绍她的近况 谈吐中充满了自信 才几年不见 印象中小鸟一人 若不禁风的她竟变得如此开放炼达 库城的熏陶果然不同凡响 才踏进家门 电话铃早已响得不耐 表嫂一个剑步 上前抓下听筒 立刻和对方打情骂俏起来 说着说着 大概知道这通电话会打一阵子 所以对志明挥挥手 要她一切自便 像自己家一样 志明想起临上飞机前 阿姨还一直交代她要劝玉芬想开信 看她眉飞色舞状 似乎是不用操心了 客厅里还放着一针表哥生前的照片 看她愉悦的表情 似乎也对眼前的一切无动于衷 刚开学 志明课业繁忙 但她发现表嫂的时间表比她还紧凑 脑中设定在早上六点 起床竖起之后就出去跑步 回来冲凉之后 在厨房边吃边做 就把早餐搞定 往往在志明还睡眼惺忪之前 就已化妆完毕 匆匆钻进红色 脱式跑车一溜烟就消失了 志明从图书馆回家 都已是华灯初上的九点 但表嫂却经常叫她还晚回来 有时候是加班 有时也不会严 是和男朋友约会 刚开始几次育分彻夜不归 常害她担心的睡不着觉 几乎要打电话报警 或告诉阿姨 后来了解她的生活作息后 也就处遍不惊 老神在在了 某夜看到男友送她回来表情扭泥 志明突然想到 她的存在也许会妨碍她的隐私 于是葛嫂赶紧鼓起勇气 告诉表嫂 如果晚上有朋友来造访 可以在早上把Hello Kitty 摆在餐桌上 她当夜放学后 就会去朋友家住 直到接到她简讯 才会回家 表嫂刚开始还客气地说不需要 但没隔几天 Hello Kitty 就坐在餐桌上向她说早安 阿姨三天两头打电话 向志明查询玉芬的近况 志明总是说她有在交男友 但暂时还是她的表嫂 没有再婚迹象 她并没有告诉阿姨 玉芬乃库成知名交际话 毕竟在阿姨眼里 她还是表哥的未亡人 那夜志明准时回家 惊现表嫂一人独坐客厅沙发 泪痕未见 一问之下原来这个新娇的殷勤 善到男子竟是个有老婆的 不知是良心发现 还是担心东窗事发 瞬间从人间蒸发了 告诉我你们男人是不都是这样的 表嫂哀怨中带着愤怒 得不到是拼命想要 得到了又不敢负责 有没接过婚的都一样 志明婉转地告诉她 交男友最好找未婚的 可是赶来追我的十个有九个是已婚 溜出来偷偷寻找工作外的刺激 回家还是扮演模范老公 至于条件不错的未婚的 也只是想玩玩而已 没一个是认真的想是怕我天生克服吧 志明提醒她 在她参加教会和合唱团里 还有她的同学 很多单身好男子在暗恋表嫂 却都不敢开口 他们呢 我又不是昏冷不济 老少嫌疑 秃头的和找奶妈的 我都没兴趣 说着说着 她的手机响了 表嫂看了看荧幕 不屑地说道 这死彼得也是个有老婆的 人前是风光的副总裁 标准丈夫 其实一天到晚对我抱怨老婆 抱怨老板 说是身无采缝霜飞翼 否则早给我远走高飞 任凭铃声在响 她硬是不接 又是一阵铃声响起 她一听这庄严神圣的镇灵 就知道是谁打来 这死牧师约翰 一单独见着我就那肤色鬼像 不分场地就上下棋手 简直是亵渎神明 瞧她人前那道貌黯然的样子 有好几次见到牧师娘 真想把这丑事抖出来 从前有女子告她性骚扰无证据 自从和她交往之后 就知道绝非空穴来风 致命劝她别轻举妄动 留着这层暧昧也许有用 前一个铃声死心了 后一个没多久就接着来 镇灵是众人悠扬的和声 合唱团的大卫 怎么还不死心 这小子借副总指挥的身份 不知占了多少痴情女子的便宜 她老婆前一阵子 还接受地方电视台专访 说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 我当时还真冲动的想call in爆料呢 在下一个男友打电话进来之前 致命突然有了主意 她告诉玉芬 她的身份和她所知道的是 只要好好利用 肯定可以让他俩在库城吃香喝辣 不但永远免于失业 还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人人称险 你要我必要是暗示他们 如果不听话 就撕碎他们的假面 向太座们认错 库城这些有社会地位的男人们 绝对都会妥协的 致命很有信心地说道 有道理 这些男人最有应得 玉芬终于破体未孝 当夜的深谈 也成了他俩在库城成功的转列点 据足宰所知 致命虽然成绩不佳 竟尚未毕业 就在一片不景气声中 在库城找到工作 玉芬更为夸张 每天上班时间瞎拼 只等和薪水却节节上升 他俩在华人社交圈里 经常受到贵宾级的礼遇急吹捧 令人误以为是哪个王公贵宙的后裔 神秘地令人摇头 春去秋来 又过了好多寒暑 玉芬始终没有再婚 风流寡妇之名 却始终烙印在库城这些世身名流的梦眼中 久久不去 你为了这些王公贵宾发答案